李斯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 文学家 书法家 他洞悉天下大事 为秦国提出了灭诸侯成帝业 为天下一统的大争目标 得到秦始皇的宠信 官拜丞相 被后世尊为千古一相 那么他一个楚国底层小利 到底是如何登上秦国相位呢 李斯是楚国上菜人 年轻时当过上菜县掌管文书的小官 朝九晚五 闲暇时就带着一条大黄狗 漫山遍野碾兔子 可是他总觉得自己的生活 好像缺少点什么 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粪便的老鼠 一听到人的脚步声 或者狗叫声 就吓得四散奔逃 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 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 悠哉悠哉地在米堆中息息交配 从来都不担心人和犬的打扰 李斯突然醍醐灌顶 一个人没有出息 就如同老鼠一样 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他意识到待在小小的橡菜 永远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于是他辞掉工作 毅然踏上寻梦之旅 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战国末期 各国之间的金兵战争 愈驾激烈 都迫切需要能够复国强兵 治国理政的人才 于是李斯决定去学习帝王之术 选好专业后就要选一个好老师了 当时最有名的老师便是齐国的荀子 李斯便败在他的门下 开始苦修帝王之术 李斯学成后不假思索 十分秦国 因为秦国是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国家 到了秦国后 他先投靠在了秦国最有权势的臣子 丞相吕不韦的门下 希望通过吕不韦见到秦王 吕不韦也很欣赏李斯的才华 便将李斯也建给了秦王名政 见到秦王后 李斯向秦王阐述了自己 关于统一六国的看法 并提出 先灭韩 以孔诸侯 深受秦王的认同 就任命李斯为长使 并留在他身边工作 李斯终于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已经贵为长使的李斯 为何会被秦王驱逐出境 他又是如何化解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危机 与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集分解 上集说了受几只测熟启发 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李斯 他师从荀子 学成后经秦国丞相吕不韦 引荐见到了秦王 提出统一六国的战略方针 正当秦王魔刀落货 准备要统一六国时 韩国害怕被秦国灭掉 便派一个水利专家到秦国 鼓动秦王修建水渠 目的是想要削弱秦国的人力和财力 从而牵制秦国东进的步伐 不料阴谋败露 秦国群称对于外来的克勤意见很大 纷纷对秦王说 各国入秦的人 都是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 来秦国搞破坏的 秦王大怒 下令驱逐所有异国克勤 李斯是楚国人 也在被逐之脸 李斯眼看着刚刚开始的美好前程 就要被断送 很不甘心 决心要放手一搏 写下了足以招来忤逆之罪的 建筑克书 他说秦孝公众目商鞅 使得秦国民赴国强 秦桧王用张仪的计策 拆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 迫使各国都服从秦国 秦昭王得到饭居 削弱贵气力量 加强王权 蚕食诸侯 而这三人没有一个是秦国人 都是外来的克勤 如果这三位君主也下诸克令 还能有现在的秦国吗 秦王也是个明白人 立马取消了诸克令 并封李斯为廷尉 李斯重新得到秦王重用后 开始佐助秦王制定统一六国的战略部署 并努力组织实施 兼用了十年 便一统天下 李斯也终于登上了人生巅峰 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秦丞相 李斯生平致力于天下的统一 和秦朝的强盛 虽然在最后的时候 推选胡亥上尉 导致秦二世而亡 但是他的历史功绩 依旧是不可磨灭的 喝水有什么好看 还不快点赞